其实在现实生活中 有很多的女人都会觉得 结婚之后的日子并不好过 因为自己的老公和当初相比大有不同 其实女人到底能不能过得很幸福 男人在中间起了很大的作用 如果一个真正把你当老婆的男人 他就会在做任何的事情 都会考虑到你的感受 以下就是我最近总结的几点 一 绝不会把离婚两个字经常挂在嘴边 一个真正把你当老婆的男人 他不会经常把离婚两个字挂在嘴边 因为我们都知道 在婚姻当中要想一段感情 能长久地走下去 最忌讳两个字就是离婚 也许在大多数家庭当中 他们总是会把离婚两个字 当作玩笑说出来 其实他们不知道 这两个字对于一个真正爱他的人来说 伤害有多大 二 绝不会因为一些小事情 就对你大吵大闹 对你拳打脚踢 一个真正把你当老婆的人 绝对不会因为生活当中一些小事情 就和你大吵大闹 甚至有时候会对你拳打脚踢 我们都知道 两个人起初刚开始认识的时候 感情非常好 男人对女人也非常好 总是会无微不至地照顾他们 一旦当我们结过婚之后 我们就会发现 眼前这个男人 他会对自己变得很冷淡 什么事情都会听从他父母的安排 却从来不考虑自己的感受 但是如果一个真正把你当老婆的男人 他不管在做什么决定的时候 都会去征求你的意见 他不会因为在工作当中 所受到的委屈 回到家就发泄在你的身上 他根本就不会因为一些事情 对你吵闹 即使当你们两个人吵架的时候 他也会第一时间去向你低头认错 得到你的原谅 都说床头吵架 床尾和 他们就是这种类型的男人 因为他们一心想的都是自己的女人 根本不会让自己女人受到任何委屈 三 绝不会让你在婚后受到委屈 一个真正把你当老婆的男人 绝对不会在婚后 让你受到任何人的欺负 也不会让你受委屈 我们都是女人 所以我们知道 一个女人在婚姻当中 都觉得婆媳关系很难相处 所以每个女人都在结过婚之后 来到婆婆家 小心翼翼地做任何事情 就怕哪一天因为自己的不小心 把事情做错了 从而使自己婆婆生气 所以如果一个真正爱你的男人 他把你当做老婆去看待 所以他就会在做任何事情时候 都会考虑到你的感受 他会把你和他妈妈之间的感情 处理得非常好 也会时不时地跟他妈妈说 让着你 他也会对家里面所有人说 不要去欺负你 因为当你没来他们家之前 你的父母把你视为长方明珠 所以当你来到他们家的时候 他们也依然会像你的父母一样 去无微不至地关心你 照顾你 所以通过以上这三点 我们可以得出 如果一个男人真正把你当作妻子 他会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 都会顾及到你的感受 我们都知道 现在男人有钱就变坏 总是因为一些工作的事情 去疏忽自己的女人 不管家中女人有多么的贤惠 他们回到家之后 总是甩出一副 死气沉沉的脸给对方看 这让对方感觉到很苦恼 所以我们每个女人不要觉得自己很勤奋 就会得到你幸福的生活 这种想法是错误的 因为如果对方根本不爱你 你不管你做任何事情 都不会去感化他的 如果你的男人把你当作老婆 就会对你无私的爱